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今天台北股市礼拜一 是一个压低的格局 中场跌84.39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跌84点 这个成交量量说2109亿 这个大部分跌点 来自台积电 台积电中场收盘跌8块钱 台股跌84点 台积电跌8块钱 另外你再加上 大力光跌40块钱 联发哥跌10块钱 你光看这三档就好 扣掉这三档 台北股市 今天指数呢 是没有跌的 好那你说 那指数没有跌 这三档股票 跟我也没有关系 但问题是说今天 这个大盘加均股价指数 是下跌的 你说扣掉这三档 有没有任何异议 当然有 这个保胜光学 三天三支涨停板 有没有异议 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 你根本不用去管这个指数 当然很多人说 老师啊 这个指数呢 这个跌 会影响 这个国际的银行 像上礼拜 得意志 是不是也很紧张 对吧 所以 一定会影响这个 加均股价指数 一定会影响大盘 影响大盘 影响信心 我再讲一点给各位 你来参考 OTC今天有没有创高 OTC今天再创高 OTC是连续出量 你看他的量 这个量都大过月均量 你看见没有 这是攻击盘嘛 下涨量增啊 对不对 OTC今天上涨500多加 下跌400多加 保胜光 三天三次涨停板 这保胜光 为什么会涨停板呢 这光学族群嘛 这怎么会 光学族群涨停板 今天不是涨军工吗 对不对 保胜光怎么会涨呢 你错了 保胜光 他就是唯一切入到 军工概念的光学股嘛 所以保胜光 六五一七才会 这么强嘛 三天三次涨停板 9点03分的工上涨停板 9点03分的工上涨停板了 那你今天去买的 你根本就是追涨停板嘛 那你追了涨停板 你明天会不会涨 我不知道 你追了涨停板 明天能赚多少 我不知道 那你跟着我做 三天三根涨停板 123三天三根 我买进 3月16号 我71块4买进的 我说压回你要敢买 压回你要敢买 你不敢买 我带着你买 现在不是很多人讲保胜光吗 创新高手 很多人讲吗 压下都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刚好 你没有人讲 我来买 买完之后震荡整理 来 3月16号 试驾买进保胜光617 尊荣会员 10点2 这个1点20 1点20分 3月16号 3月16号买进保胜光学 有没有 那天我跟你讲 整理完毕我带你买 压回 不破低 整理完毕 在这里买进 那买完震荡整理 几天 有没有 3月23的时候 礼拜四 尊荣会员 恭喜6811的宏基资讯再创新高 在这里整理一下下 持股 安心报劳 重要在这里 保胜光学 6517 再买 你看见没有 再买 保胜光学 再买 3月23号 9点半不到 9点半不到 买完 涨停 买完 涨停 恭喜保胜光学 涨停板 新旧会员 全部大赚 你3月16 跟着我买的 狂赚 你新会员 买了 当天 现买 现赚涨停板 跟着雨歌 天天都有涨停板 买完 涨停 两天两支 恭喜保胜光 一马当先 再攻第二支涨停板 9点05分 讯息发出去 9点3分钟就涨了 就涨停板了 9点03分就涨停板了 恭喜6517的保胜光学 三天三支涨停板 七天狂赚 43.5% 我没有买最低 我71块是买的 今天 102.5元 9.5分不到 就涨停板 一架锁死 七天 七天买完之后 七天买完之后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天三支涨停板 七天狂赚 43.5% 来 天天都有涨停板 不是梦 保胜光学 三天三支 涨停板 但是有很多投资人 我知道 担心害怕 那就不用讲了 那你担心害怕 你永远在看 所以天天都有涨停板 永远都是梦 你不去做 梦醒来了 就没有了 你做了 你做对了 这就不是梦 天天都有涨停板 保胜光 三天三支涨停板 你去做 去做动作 那就是涨停板 要做动作 不是在做梦 保胜光 三天三支涨停板 你要不要跟上下一档 做一支就好 我现在跟各位 你做一支就好 定估支 定估支 做一支就好 这有些股票就是 但是你这样子操作 有些股票就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大家难做 你昨天去追涨停 昨天去追大涨 今天被修理 但是你押回去买呢 这个资安题材股票 你拿到这份资料 你打趴一堆分析师 你打趴一堆分析师 这个林群 这个资通 我放在第一档跟第三档 真的不要讲 827嘛 高价股 对不对 有人害怕不敢买嘛 8227 被分盘交易 强不强 你自己看嘛 这连续被分盘交易嘛 还在五日均线之上啊 强不强 一根场合棒就创新高了 827 具有科技 在哪里 在这里 我这个资料 我这个资料给大家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你现在来看这里面的资料 还是很强 资通 还会再涨 林群 还会再涨 但是你能买这么多吗 你能买这么多吗 现在其实几个重点啊 有些股票 因为它当冲的人厉害 所以有时候你买了 你被冲下来 你说 是不是股票买错了 其实是因为那个股票 当冲的人太多 很多人就上下洗手 很多人就上冲下洗 那你不明就里的 你下去买 买了之后被冲 冲的时候震荡 吓得害怕 出掉 出掉之后怎么样 又拉上去 所以我是跟各位讲嘛 我资料给大家 你们都不见得能够会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能买11档吗 我还特别把 我认为 当时做资料 我当时跟 我当时认为说 这三张股票你们可以先买 我故意放在前面 你看 我这不是按照EPS 我也不是按照代号 也不是按照这个笔画 我是按照什么 我认为你们拿到资料之后 你后面都不要看 你就先看第一档 再来看第二档 第三档 你们去买 光看这三档就好 强不强 宏记资讯 有没有 我跟各位讲 拉回你要敢买 你买完 这一段 从1900涨到250 涨60块钱 拉回你敢买 自联服务 有没有 这个波段69% 我说上礼拜一 礼拜二 两天涨停板 我笑着跟大家讲 我说你不要追 你有没有看到 自联 礼拜三的时候 一开盘开低 开861 最低86块钱 最低86 你赶下去买 你当天赚14% 你赚1.4根涨停板 礼拜四 震荡震荡 有没有 你拉回买 93块5吗 拉回来买 盘中涨到105块钱 你看到没有 11.5 拉回买 拉回买都是赚 追高 追高去买 大涨买 我就不知道了 像今天这个军工 也是一样 宝一 工让涨停板 创新高 这整个军工族群来讲 宝一 今天再创新高 雷虎 今天再创新高 八冠 今天再创新高 你能买几只 所以跟你分析的人 跟你分析的人 他们只能 一点 就跟你讲说 什么股票强 他给你分析 什么产业强 他给你分析 可是他没有办法 能够锁住你的获利 能够锁住 你的绩效 最主要原因是 这个盘式 股票太多 所以你只能定估之 你只能集中在 少数几档股票 特别是有些人 你资金大概100万 那100万其实 你如果做五档股票 六档股票 那个资金分散了 你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可能买到 你100万去买 你可能买六七档股票 你可能 涨停买那档股票 你可能只买一张 你可能只买两张 那其他没有赚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绩效 为什么一直上不来 你一直为什么 赚不到钱 为什么感觉好像 都有强势股 但是你却赚不到钱 主要原因在哪里 就在于你的选择 我是跟各位讲 我说 我就拿这个资料给你 我敢给你 我都敢交到各位手上 而且我敢讲 这个资料拿到手上 你干掉一堆分析师 你用这里面来选股 这11档股票来选股 你的胜率都超过他们 当然这只是一个 一个数字 一个统计资料 你也不可能 11档股票全买 你也不可能 11档股票你买的资金 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说 你拉回你敢不敢买 你自连拉回买都是赚 对不对 而且两天告诉你 你每天都可以赚 超过一根涨停板 对不是 那被分盘交易 拉回你要 你要把握买点 对不对 另外 另外现在的操作 除了第一个 当冲之外 中低价位的股票 量滚量 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形 可是高价股 你发现 它就没有 这个问题又比较不多 你看3661四千 K为什么那么强 一千多块钱 你看 都站稳在一千块钱之上 1335 我再举个例子 散热 最强是建策 虽然双红今天涨停板 虽然泰塑今天涨停板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两张股票明天就会震荡 为什么 隔日冲去锁单的 可是3653的建策 你们发现 你们发现 他才是真正 这个地方 打底完成之后 开始 开始向上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为什么 高价股 快要500块钱了 所以德韦 你看看 来到322块钱 这个拉回可以留意 赚10块2毛6的 艾普 赚12块的 股价来到342 拉回注意 不要追 德韦三号 玉泰 赚10块04的 300多块钱 一样 不要追 这个投信作帐 投信作帐 拉回要买 那这些你都没有跟上 你要注意什么 你注意滑井垫 也赚10块钱 国家在150几块钱 150 一半都不到 玉泰的一半都不到 玉泰赚10.4元 滑井垫赚10.08元 毛利率 滑井垫高达56% 半导体微污染防治设备 可以说是 高门独奇的股票 那你玉泰 还有其他股票 跟他做差不多的 对不对 你艾普 也有其他股票 跟他做差不多的 本一笔 明显就低估了 对不对 德韦 本一笔明显就低估了 赚10块 跑到322块钱 问题是 人家投信 持续锁单他 滑井垫 毛利率高达56% 各位 你看 二月营收年月双增两位数 29% 25% 你看 德韦 对不对 小增 1片10.26元 玉泰 比上个月营收成长28% 可是年还是衰退的 1片10.4元 你看一套毛利率 39% 德韦37% 有没有看见 艾普42% 华井垫56% 股价都只有 玉泰得为 还艾普的 2分之1 甚至2分之1不到 所以这股票 你要注意 啊 华井垫6788 这股票都一样 有没有 自从你都看到了 林群 智联 红机枝 环天科 你愿不愿跟要下一档 保胜光学 压回买 加码 涨停板 新旧会员同步大赚 两天两支 今天大盘跌80点 保胜光9.03分就攻上涨停板 新旧会员全速大赚 老会员7天狂赚43.5% 三天三根掌停板 7天狂赚43.5% 你跟着我 我带着你买 我带着你买 你错过保胜光学 来下一档 我带着你 愿意跟上下一档 定估值的 打电话来 好不好 我跟各位讲 这张股票 锁定了 我们只操作一档 保胜光三天三支 没跟上的这档股票 跟着我们操作 希望大家都跟我们一样 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收在首陈的岁程中 接下来 感谢ヒ H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